高鐵列車高速駛城在鐵道上 縮短北高一日生活圈 在運輸安全上更得高標檢視 不能出任何疲漏 我們平常所搭的高鐵列車 都要定期的做檢修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就是左營的列車檢修場 而這裡也是高鐵規模最大的維修基地 我們現在進到駕駛艙裡面 來看維持高鐵行進安全上重要的一項工具 動搖測試儀 而是在當高速行駛的時候 還有地震發生的時候 會將列車的動搖值傳回分析室做判渡分析 將動搖測試儀裝置在駕駛艙內 別看這小小的盒子 它可是能在列車高速行駛中 將軌道震動數值立即傳回 即時提供給列車申訴判斷依據 而這項研發不假守其他國家 由高鐵與中科院共同打造 發展MIT的主要目的 就是希望它能夠整個介面都是在地化 就是中文字幕 那再來就是我們希望它是無人化的 可以透過GPS去做定位 平準度很高 它測動搖值的那個精密度也非常高 再到車體外殼 橘白箱間漆料這一塗層也是大有來頭 原本都是從日本頂進 2017年高鐵也啟動了國產漆開發 邀集國內廠商研發 效能也在升級 塗層必須經過22項測試 讓列車在最高速300公里時 能耐壓也能耐高溫 除了速度方面的一個障礙 我們有突破之外 再加上這些物理特性 機械特性化學特性 還有沿路這些相關等等的 我們也都通過了測試 那也優於日本原廠 我們的車體 它具備了這些強度 還有它防火耐燃 然後也符合相關的 國際性的一個標準 前方見空確認出發 兩位工程人員組裝 完成啟動巡軌作業 在軌道上來回探尋 任何異狀都能立刻掌握 在強烈的地震過後 如果沿線設施有異狀的話 就會出動這台軌道巡檢小機車 而這台巡檢車 就像是偵察兵一樣 做先鋒的巡檢 而最重要的這項技術 也是MIT 它沒有噪音 然後相對來講 現在也沒有空氣污染 這個車子是改用 是用全電的一個動力來行駛 第二個是車體的輕量化 然後第三個是一個 資訊系統的一個智慧化 工業院跟高鐵當初 在合作開發這個東西 這個小機車的時候 其實思考的邏輯是 希望用最少的人力 就可以讓這個小機車出巡 車體是可以用 前後拆裝的兩個模組 去主力起來 高鐵與工研院攜手合作 改良新型的軌道智能化巡檢機車 比少年日本採購的舊型車 還輕了50公斤 組裝拆解不用一分鐘就能搞定 緊急勘災時間也能節省一半 會達到快速反應的一個目的 那我們上面配置了一些 主要就是可以把資料 巡檢的資料 萬一線上有任何的災損 或設備的遺傳的話 可以快速的傳回我們的管理中心 運行近15年的高鐵依據數據分析 發車率達百分之百 準點率更是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五三 平均每班車延誤時間是零點二分鐘 要維持這樣的運行水平 不管是軌道工程或是車體材料 已經漸漸從日本化 專一成MIT技術 也讓各界見證到台灣軌道工程實力 不容小覷